第五場跑四班天四米杯賽場合 人際杯 再選一次9號的成理所遠 繼續莫里拉跑 上場大熱滿 其實那場熱不透 林祥人有少少怕 不過照選他也跑回第二 我覺得是OK的 其實放快了少少 但也不關事 那隻有錢分都是彈你來贏的 輸了這場 跑第二也無話可說 唯有再做功夫再來過 韋達繼續自己摸著 快跳都不給其他人 自己搞定 高度重視這隻馬 也想幫這隻馬再贏 這場9號成理所以 我覺得熱滿都要減回 那配腳 選擇14號的探險家 聽說上鋪 雖然跑過第三 但吃兩條位置 Q 都未夠掩蓋前鋪的數 聽聞都會再搏多鋪 那鋪要再追一次 我覺得他可以再同成你所願 再穿Q 或者穿位置Q 上場剛才看過 都是輸了兩個多馬 但是 希望這次可以再提升名次 再選腳 我選擇4號的陽光大地 同場的龍騰摘星 在梁家鎮上場跑過 這隻馬本身 陽光大地都跑一千 特地跑一千四 梁家鎮又拿來騎 我覺得會有些計劃 會有些賠率 博你不相信 龍騰摘星我都選擇 稀威心跑 上場在泥地 就試盡了長力 可能現在真的跑短 不適合跑了 上場輸給雕神 沒得說 但是 安撫跑得威那些 其實那場只差一個身位 可以拿來清一下 草地可以 千四可以拿來搏 做爛腳 這場的重心都只選擇一隊 9號的城里所願 和14號的探險家 如果再爛腳後下的 4號陽光大地 看看有沒有古靈精怪 梁家鎮拿來騎 再拖上3號的龍騰摘星 新聖馬1號的精簡最好 就看看陳家希能否發揮得到 好了